百病不离痰和瘀 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今天呢,来分享一个高血压 这个口苦口干 还容易肚子胀气 浑身难受的舍诊案例 咱们看它首先呢,是一个血压呢 偏高一点,以前呢也没注意 后来一查呢,血压有点高 吃了加压药呢,这个血压降下去了 但我们看它其他的这个症状 肚子总是咕噜咕噜的响 全身没力气 有的时候呢,觉得心跳快 胳膊呢,还有点发麻 颈椎呢,也有点难受 这是他的一个问题,来我们看 这么厚腻的舌苔 虽然中胶的偏少一点 这个就是这个,失血 寝字胃尝了以后 特别是寝字尝到了以后 肚子经常咕噜咕噜的响 我们说那是气过水生的原因 它首先它要有那个多余的水分 就是这里 你看它也有口苦口干 胃口不怎么好 就是吃多了,它都咕噜咕噜的响 那个就是肠明音的问题 气过水那个咕噜咕噜,就是这样 你看,偏于下胶这个失血 这个拍的还比较轻的,你看这些 特别厚腻 这是他失血的 有口苦和口干的原因呢,是上胶 你看这地方 这地方我们说过它是淤血的问题 这地方呢,整体呢,偏于红 上胶呢,这些呢,偏于红 胃到这就没了 这个是他口干的原因 因分不足于上胶,另外呢,它这个心肺的 鱼血的问题 所以你看它也有气短乏力 总感觉呢力不从心 做点什么的都没劲 不爱动 总喜欢躺着 我们说了,这是气虚 有很多种肝胃皮脚之本 肝气虚是一种 这个明显的 就是上胶的气虚 它的肝是偏� Heu的 整体这一块 上胶偏薄 而且还有凹陷 心肺功能不足 另外呢,心脏这块 还有Ü 像这种情况呢 这段有欲 这地方就更明显了 你看 这个游血 是特别明显的 它就是很典型的一个 瘫字和游血 结合到一起的 容易焦虑 半夜的也容易醒 你看心脏这一块有瘀血 我们说过这个舌尖这地方救助心肺 你像这种情况他是睡眠不好 这个是很正常的 有的时候还觉得头上发油 有这么厚腻的舌苔 一定是水尸寝字和集聚到了一定的程度 才会打到这个地方 身上有的地方就是一蹦他就痛 这个是瘀血 他的瘀血也是非常明显的 49岁年龄还不大 瘀血很明显 所以他有的时候胸闷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浑身腿上偏于胀筒 他是瘀血的原因 的时候你看他感觉身上气串不过来的时候 要窒息的感觉就是这里 这个瘀血极致于舌尖 很多心血管病的老年人在我们医院看 我发现有很多偏紫的舌尖 有这种情况的 他很容易感觉到这个窒息的 这个瘀血又心肺从中医是这么讲 知道吧 像这种情况以活血化瘀是肯定是要用到的 你像他这个很明显一个湿一个瘀 除湿去瘀 但是在这两个为主的时候 要肩胀的考虑到干气瘀血啊 还有他这个湿虽然这么黏你但不完全是含湿和弹湿 他是有热的 你看这些热是要往外表出来的 还有这些呢 还有偏黄的 你看这些是热 另外在这些关键呢 这个瘀 当然了你去瘀血 瘀血呢 这个清朝的王清任呢 对瘀血有阁下驻瘀啊 邪府驻瘀啊 对不对 通窍火血汤啊等等 他把瘀血分成几个部位 其实这个活血化瘀药啊 你用上了以后在哪个部位的这个活血 他都好使 但是有一点 如果偏于上的呢 我们会用一点轻盈的 偏于下的呢 我们会用一点众多的 但是你像这个桃如红花这一类的 很多地方都能用得到 尤其像我们喜欢开的那个柜子弗林丸 虽然偏于下刀的多 偏上刀的我们也用 你像他这个瘀血瘀到这个程度 要重用火血化瘀药 我们说了这个湿和瘀之外 一定要看到虚 看到热 这是他的一个问题 好了 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呢 可以点击我的头像进入主页 看我第一篇分享的微头条进行咨询 关注王医生 一起做中医传承人